他叫彭敏 是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09届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 他创办的企业是上海迅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他身在上海 长在上海 上海成熟的商业环境 繁荣的市场经济 在他心里积淀了浓厚的商业意识 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KAB创业课程 把他积淀心底的商业意识 催生为创业的种子 学院的支持 政府的关怀 为他的创业打起了广阔的舞台 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打工赚钱的呢 我是在2007年3月 也就是大一代下半生期 我一开始在电脑城里做电脑销售 主要以销售主张电脑为主 两个月后我赚到了第一笔钱 总共是5000元 你在什么情况下租下了第一个门面呢 因为我当时赚了5000块钱 然后我就开始筹划着自己创业 当时一个门店的租金大概是1万元左右 我租了一小部分 总共是3000块钱一个月 另外请了一名员工 当时我的营销策略很特别 就是在网上发帖发布信息 比如太平洋出马网站 中关称网站 各大网站等等 发布的信息是 上海买电脑加QQ群 当时我的定价策略是 成本加100元 基本上到我店里买电脑 都是每天都要排队 后来这种模式变了他人复制 但是我的生意还是最好的 半年后累积资金20亿万元 这样我就筹到了我的第一桶金 你是怎么利用你的第一桶金的呢 有了钱以后 我把小门面换成了大门面 慢慢从零售转向做电脑硬件批发 这个时候我接触了我们学院的KAB课程 参加了创业俱乐部 参加了我们学校举办的第二届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我获得了二等奖 了解了很多创业的知识 并且获得了很多创业的优惠政策 我的眼前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扇窗户 在学院的帮助下 我们注册了上海迅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你能帮我们讲讲你的公司主要是做点什么的吗 公司现在的经营项目主要包括落电安防技术服务 以及电脑硬件代理销售 其中落电安防技术服务作为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 公司目前的规模怎么样呢 公司现有三家直营店 共有在职员工22名 09年我们公司落电产业销售超过300万元 成功案例多达50多起 作为大学生创业的代表 你是怎么带领公司得到社会的认可呢 年初在第三届诺基亚青年创业创业计划大战上 我们的项目上海迅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获得了此次大战的金奖 成为了全国六强之一 并获得了共青团中央中活宽华科技竞技会的5万元捐赠 能谈谈你对大学生创业的认识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也讲不了多少道理 作为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 我认为它不仅存在着我的创业梦想 同时能带动我的学弟学妹们一起创业于就业 我在这里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创业经历 用我们的青春与智慧浇灌出成功的花朵